MIRROR的近方 今天又會和大家更新一下MIRROR的近方 MIRROR人氣王姜濤 日前就在社交平台上上載了 他享受農曆新年屆旗士的蘇根子拍照 但轉眼間已經放假 再次投入工作 他在社交平台上上載了 和湯寧珊、泰森Yoshi 和排舞師Roxer跳舞的片段 以及手持《姜喜法財》字樣的李氏 於是就留言說 休假結束晚來的一句新年快樂 相中的姜濤以李氏遮住嘴唇和下巴的位置 有粉絲留言問是否要遮住蘇 又說有些姜濤就說很想看流蘇的姜濤是怎樣的 看來姜濤也很好在家裡休息 至於Anson Lo、Edan和Jel 就去了阿姐汪明泉和羅家英 家應哥他們的家裡拜鍊 而農曆新年期間 有不少後輩都上去他們家裡拜鍊 繼年初一 就有一班家應哥的徒弟和TVB的藝人 丁子朗、德成、羅天瑜、孔德賢等人登門拜訪 而年初三的時候就到MIRROR的三位成員 Anson Lo、Edan和Jerd 以及黃金Sir、陳雨昕和太太去到阿姐家裡 和家應哥一起拜鍊 跟上潮流的阿姐 還會一直做出Anson Lo歌曲的MegaHit招牌手勢 而Edan和家應哥 就在三年前合作拍攝ViuTV節目 台灣文西OnlyYou結圓 Edan去年也有拍藍牌女章 也熟悉陳雨昕一起向阿姐和家應哥拜鍊 而今年她找隊友Anson Lo和Jerd 阿姐亦在IG分享多一張合照和短片 並表示誰說大年初三不適合拜鍊 而MIRROR三子Jerd、Anson Lo、Edan向家應哥Lisa姐拜鍊 同行還有Sam和太太 Lisa以蘿蔔糕、上海年糕、水果、賣讚盒招待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而片段中可以看到阿姐撼出Anson Lo歌曲MegaHit的歌 而MIRROR三次Jerd教她做招牌動作手勢配合 阿姐更大贊 這樣跳舞是好看 Anson Lo在旁邊 少妍就說這條片很有紀念價值 另外不少網民除了送上新年祝福之外 更大贊Lisa姐好潮和好可愛 看來MIRROR個個成員在新年一定是過得非常之好 另一方面ViuTV正在已播的電視劇 IT9今週亦進行結局篇 由於笑點密集加上港劇罕見的黑色幽默風格 令到劇集在網絡上引來不少的會響 其中MIRROR隊員Lokman 他飾演就是星之子Tony 與大台理論直線抽擊有台TVB 看頭十足之餘 亦令Tony的一個角色深受觀眾喜愛 Lokman更加獲得稱讚 他的表現是突破過往電影、狂舞派、MV、龍虎門等等的勁爆形象 令人眼前一亮 至於首次在劇中比較多戲份的Frankie 他飾演比較木納的Never 演技雖然有點清潔 但勝在角色有趣 他飾演Marcus的Staley 話題不算最高 但獲同劇演員兼前輩楊英偉 稱讚很有耐心起 並給予高評價說他挺看好Staley 至於最近大家都有提到MIRROR的上言和下言 被指下言的Frankie覺得無所謂 他就說 我們在全民造星出生的時候 其實姜濤已經威風了 所以他們並沒有任何階梯 而MIRROR自爆紅之後 成員的人氣分配不均 也野來成為網民的話題 有人更加參考了近年一套 同樣爆紅的日本漫畫 《鬼滅之刃》 將人氣較高的姜濤 Anson Lo、Jerd、Edan和Ian Anson Kong分配為上言 Logman、Staley、Frankie和Altan Tiger、Jeremy等等就是下言 被色貼上下言的標籤感到尷尬難過嗎 有類似的專訪 而Frankie反應都很快 他就說 沒有的 我們由全民造星出生 其實姜濤已經威風了 難道那一陣子就有事嗎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的 其實沒有事 看來其他MIRROR的成員 其實並沒有覺得任何階梯 或者產生任何尷尬的感覺 而相比Frankie大方開朗 Staley的回答更加認真和沉穩 而Staley她就說 始終每個人的定位都不一樣 有些人是走偶像派 也有一些MIRROR的成員 他們是走一個演藝的生涯比較多 所以其實也沒有什麼可以比較之處 而他們都說 只要知道自己的定位 自己的走向和目標 其實清晰自己在做什麼就可以了 我在這裡也說一下自己的看法 對於這個上言和下言的說法 我也是有聽聞過的 就是覺得在MIRROR裡面 有部份的人氣是非常之高 而有部份都是沒有說 他們都高 但是可能會有一些不同的 可能姜濤或CJ的情況有多 或者Edan或CJ的情況比較多 所以大家看到的可能 並不是這麼簡單 因為我覺得 其實MIRROR的每一個成員 其實他們的工作也很多 除了姜濤或Edan之外 其實是因為很多的傳媒 各樣東西 他們都會很想了解姜濤或Edan 但其實其他的成員 也都紛紛去拍一些廣告 還有我覺得 一個團隊很難去分 哪一樣東西好 哪一樣東西不好 也都是 可能有某個成員 他出色的表現 而令到整個團隊 是更加多人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是更加重要 如果去分的話 我覺得是沒什麼意思 因為你們跳舞或者唱歌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一群人 如果只有他一個人 其實就不會是一個成團 還有 即使是這樣 我覺得 參照一些韓國的成員 或者韓國的一些男子組合 或者團體 其實他們都會有這種情況 但是 譬如某個成員 其實去了拍劇 而紅了 多人喜歡了 但是他們不會因為這樣 而產生有一些 不好的想法 或者是想自己單飛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最主要就是要找回 團體有團體的意義 否則 有一次就不需要去做一個 男子的組合 所以我自己覺得就是 這一種的情況是必然的 即是在一個團體裡面 或者在一個組合裡面去發展的時候 其實產生每一個人的那個人氣量 多與少 其實一定不會有 但是其實 你正正是因為有這個團體 也都 令到他自身的人氣會更加高漲 所以我覺得 本身這件事就是 就是互相去 有一個作用去 令到大家變得更加好 所以其實我自己認為 MIRROR 其實最主要是他們 不會有任何階梯 其實很多時候 觀眾看到的都 譬如Lokman他在訪問之中 他都有說過 就是說 其實可能觀眾看到的 只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可能是當中 整個團隊要去工作的時候 或者整個團隊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當中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分工 那這些分工其實是大家怎樣去做 都是一個 就是一個特色來的 就是一個討論和溝通的過程 所以我自己覺得 分這個上言和下言 其實是 不是很有意義象徵性 就是我舉個例子 譬如是 少女時代 可能有點old school 但是 那時候其實有一些 少女時代 有些成員都是 可能他拍劇是特別出名 或者特別多男生很喜歡 少時的其中一個成員 其實 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不代表他們不會去出席 或者他們的 他們的關係會被破壞了 因為我自己覺得是 每一個成員 其實他要發展的事情都不同 就是有些人他要去參 就是想多一些演藝的 比如是拍劇 拍電影 那有些就喜歡 跳舞 跳快歌 或者是有些就喜歡 做中藝等等 所以每一個方向都不一樣 所以 這個要看他自身的成長速度 有多快 才可以看到他會累積相當的人氣 所以還有 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其實姜濤是很多人喜歡 很紅 但是 譬如其他成員 他們都有一些他們的專長 所以其實也不可以完全是 抹殺了 但是我自己覺得 本身MIRROR和他的果仁單飛 其實本身就是 互助 互相幫助的一個 就是 橫橫緊扣的一種狀態 所以其實 是不可以完全 就是把他們 拆開來說 這樣 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讚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也可以按訂閱 按小鈴 那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